比如說 這個部分呢 因為我們在檢查的時候需要這個JavaScript 可是大部分人 你不可能設計師 除了要寫ASP.NET之外呢 還要去寫JavaScript 所以呢ASP.NET 他就透過一組什麼 驗證控制項 然後呢在網頁建立的過程當中 自動幫你產生JavaScript的程式 使使用者呢在 驗證在填資料的時候呢 達到驗證的目的 那主要其實 像我們最早期 比如說寫ASP的時候 光這個部分就花很多時間 為什麼因為我要寫 我還要寫 這個ASP語法 然後我要寫前端的JavaScript 然後那個語法兩個是混在同一個網頁裡面 所以 Debug起來其實非常的 不容易 不容易而且很麻煩 那當然主要會需要有哪些需求 比如說第一個 是否有填資料 其實是否填資料其實很簡單 判斷說他傳回來的東西是不是 空置串之類的 那第二個是說格式正不正確 比如說他明明是要一個 Email信箱 可是你給他的卻不是 Email信箱 那這個部分該怎麼做 再來就比對 兩個 比如說密碼 兩個比對 前一次跟後一次 兩個之間到底一不一樣 以上 總統需求 那如果說你要自己寫可以啊 JavaScript 那個 質疑要會寫 當然有的同學會說那其實有範例可以call 真的是有範例可以call 可是呢你還是要知道要放在哪裡嗎 程式碼要怎麼放 才能夠正確被執行 而且 其實也沒有那麼簡單 有的時候你放錯位置 你debug 你那個run出來結果也會不正確 所以這部分的話 ASP.NET 提供了幾個控驗證控制項 幫助我們完成這件事情 首先的話各位可以看到第一個 我們要來看的範例是叫request fill的這個 這個控制項 它裡面的話呢主要有這些屬性 我想各位先把這個部分先看一下 那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範例 裡面的話呢 主要它的用途就是說呢 註明 一定要輸入資料 否則不予處理 也就是說如果你沒有填資料 比如說裡面呢要填什麼 學生的基本資料的姓名 跟學號一定要填 否則的話呢沒有辦法知道他是誰 那至於呢手機號碼跟專長如果可不可以不填的話 那這部分就不需要用控制項去去做那個check 那我們可以用別的方式去check 比如說手機的格式到底是否正確 那專長他是不是 至少要填幾個字他能過 諸如此類的 OK那這裡我想各位先把這個 範例稍微了解一下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範例 那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OK 我們來講ma 我們去市場っていう 說常會在竹筒除 comfortable 這就是我們的菊 baggage 含有像 我們在一起去 Enter 於是 who